台股是W還是C WC不是廁所嗎 不是啦 我是說台股是WD 還是C坡 要破兩萬的C坡 是哪一個 重點是飛龍數據公布後 週三通膨CPI公布後 迎來最大一波下降期 通膨下降期 美賽將迎來高潮嗎 台座自保 何時才是最低點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壽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家好我是神力女超人Coco 我是瑟瑟郭哲 來看一下台股WD 破七波破兩萬 W 你現在為了今天證明是不是W 你有個W 你有沒有看到 沒錯 頭上還有一個 頭上還有一個W 有 Wonder Woman 很多W 很多 神力女超人 那台股會不會WD 怎麼樣WD 我們畫個線圖就知道 來來來 台灣股市 W 有沒有 看起來 我現在要是下去的 再上去就W了 是不是會不會這樣 還是直接吸一波 殺下去 神力超人我想問你 好不好 當然是W啊 我都W了 還有我們來飛龍數據公布後 來 週三通膨 CPI公布後 迎來最大一波下降期 美債將迎來高潮嗎 你有沒有發現到 只有我們福利社 跟大家講這些飛龍數據 其他其實財經節目不會講那麼多 也因為如此 你們眼睛血量 我們現在點閱率越高了 直播在線人數都好幾千人 因為你們會發現到 我們雖然搞笑 有神力女超人 還有會亂吃東西 可是只有我們專業 這麼多財經分析師 在我們這邊這麼專業告訴你 這些數據公布後會怎麼樣 還有 很多人財經節目不跟你講了 我們要告訴大家 財壽市保怎麼辦 台幼市保疊得稀哩花啦 我今天看到股票板 還說 娃娃希先生 你要把他挖出來 說怎麼辦 台幼市保怎麼辦 也不是要買著飯著嗎 所以股票 記得有時候不要跟他談戀愛 好不好 這沒有辦法 股票就像人生一樣好不好 有時候該走就走 聽說今天要吃什麼 我們今天吃W月餅 W Hotel的月餅 來月餅打開 燈燈燈燈 哇很漂亮 燈燈燈燈 這是燈耶 你看他破我梗 小恐龍 會變色 嘿 嘿 這顏色不太一樣 看不太出來有點不明顯啦 可是 現場看蠻明顯的 夜燈 有 你看這個 晚上可以陪你睡覺 這個最貴這個 看起來那麼大 對 其實不是這個 欸 拜託不好意思 我來我來 女生應該很喜歡 喜歡 我給很多女生看到 很多女生都覺得好可愛喔 很可愛啊 這裡有我們 香環奶環月餅 還有地瓜 地瓜 奶環月餅 好不好 我吃我只有吃到香環奶環月餅 請你吃這兩個好不好 來來給你吃 我順便吃一下 好 我犧牲我自己好不好 你當那個W的那個 神力超人 我當那個 你是Wonder Woman嗎 Wonder Woman 我是WHOTEL的代言人 好不好 我來吃一下 地瓜奶環月餅 我看一下吃一下 欸 這裡有W耶 等到 我們真的會W的 放大 放大 W有嗎 有嗎 那個陳昱老師拿出來那個W啦 給他們看看放大 好啦 陳昱老師你拿出來看 欸 給他吃一下 我一直在想是W 你應該是WC的代言人啦 不是WHOTEL WC是那個 廁所 我們剛才預告等你去休息好不好 欸 可是如果 反開 反了就變什麼 就變麥當勞 麥當勞 喔喔喔 對對對 麥當勞 都是 不要太緊張 不要太緊張 這蠻好吃的 地瓜很好吃 地瓜很好吃 很精緻喔 吃香滑的 香啊 我覺得香滑很好吃 香滑的就像那個美心的那個月餅 流沙月餅 你很好吃 這不錯 我覺得不錯 出我意料耶 這好吃對不對 出於意料喔 而且這個比陳耀訊好啊 你知道我本來陳耀訊啊 我要送去我鄰居你知道嗎 送人家 好不容易跟他叫 因為我有時候停車 有時候停到人家旁邊去 你知道嗎 我要送給我鄰居 然後送鄰居的時候 然後我就請管理員來請他 把他轉交給那個鄰居 那個管理員只說一句話 你知道這個陳耀訊的月餅過期了 我說蛤 我才犯三天而已就過期了 那管理員是很適貨耶 我居然知道 因為有些月餅真的為了求新鮮 只有三天四天 這個大概有飯可以一個月 蠻好吃的 我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地瓜很好吃耶 我們吃地瓜嗎 有效期限到9月28 還來得及啦 9月28 28很久啊 還一個月差不多 蠻好吃的 WD 阿希波是什麼 美日希 美日希請你喝一下 阿茂 趕快 請下三位專業的分析師 第一位 何地理分析你好 我剛剛來的時候我就看到 今天的池物就只有一個美日希 我就覺得 哇 是怎樣最近行情不好 然後我們的預算也節省了是不是 預算節省 你剛才一個多少錢 然後 一千多塊耶 一千多塊耶 一千多塊 我說我剛來的時候 我只看到這個 不是六個一千多塊 一盒一千多塊 一盒一千多 一十八零吧 對 所以呢 一十八零 對啊 吃米不知道米價 對 我看完這個之後 後來那個Coco就把這個拿到桌子上 我就覺得 哇 也太好了 爸 這整盒都給我 沒有沒有沒有 結果後來就沒有 沒有的話就只有兩個 兩個 裡面有六個 好啦可以接受啦 一十八零除以三 一個要快五百塊 對 一百塊喔 所以呢 我就覺得 今天就是一下 覺得很爛 心情不太好 然後一下又看到這個 又很開心 然後一下看到就 好啦還可以接受 你有沒有像最近的財股 你試試看好不好 真的嗎 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不油不膩 又好吃 你吃什麼 吃什麼 我們沒有業配喔 香滑奶月餅 香滑奶黃月餅 對啊 好不好吃 還不錯喔 還不錯 地瓜也好吃 你試試看 不一樣的感覺 地瓜喔 我吃了會不會等一下有味道 不會 不要放屁下 我就是說放屁啊 你剛剛是不是吃地瓜的 我試一下 地瓜覺得好吃 地瓜也好吃 那個地瓜你會覺得 就真的地瓜 可是你覺得好吃對不對 滿香的 對很好吃對不對 是真實的地瓜 真的你會喜歡 絕對是真實的地瓜 我覺得它包裝看起來不怎麼好看 吃起來還蠻好看的 但是其實蠻好吃的 其實蠻好吃的 其實蠻好吃的 你看嘛 你看態度差很多 我們就是 玩真的 我們不像其他的節目 沒給你業配的 我跟你講沒有 沒有 是我們自己花錢買的 對 這跟大家講 這是花錢買的 所以我們都不業配 也不會什麼業配ETF 也不會 也不會什麼出貨給大家 我們不賺這種錢的 來老師 你看你的態度差很多 好不好吃 好吃啊 所以我就說 今天我拿到這些東西的狀況 就好像一下背一下 一下背一下 就好像最近的台股有沒有 要漲一下跌 一下漲一下跌 星期五大跌 那台子期大跌754點 754點嗎 大家嚇死了對不對 嚇到我剛剛都口急了 結果今天都沒什麼跌 大家是不是又覺得沒事 那後續台股到底有沒有事 我們今天會有詳細的解析 跟大家講CPI PPI 公佈後到底會怎麼走 好 那你知道1480 是網路上有寫是不是 要給我嗎 可以啊 我有跟我朋友 要一下價格 你朋友也是打背後 對 OK 好像買多一點有打折 沒關係 我的意思是說 反正到時候 你們現在還可以訂購 趕快訂 趕快訂 中秋節過了應該就不會有想吃了 沒有關係 還有一個禮拜時間趕快訂 好不好 老師你覺得還不錯是不是 我們看我就快吃完了 快吃完了 好 來謝老師 基底老師的line一定要加 三鐵男好不好 鐵齒 鐵口直斷 鐵什麼 鐵食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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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體力最好的人 來的 Muscle給他們看 Muscle 沒有Muscle有腹肌來 這是有腹肌的 趁誠老師什麼都沒有 我有雞雞啊 這可以播嗎 台積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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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為什麼不能播 台積電不能播嗎 你不要看他臉猥褻 他就是想這種事情 對 的確他就是想這種事情 我把他拉回來 要趕快轉 趕快轉 不然紅標了 要不要左轉 來來 基底老師 說好不講這件事情 沒有 基底老師來加Line 記得加 怎麼加 點手機 拿指點標題 就連結了 三個連結好不好 第二位基底老師 除了基底老師的外外 還會告訴我們 蘋果新機發表會 還有就是接下來8月營收相關的個股 老師哪個股比較好 陳冠廷分音師你好 老師你好 大家好 老師沒關係 老師不要緊張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要吃什麼 不會 WD還是西坡 我一定是選WD 對 WD 放大放大 因為很好吃 我最愛月餅 補充點維他命 也是好事啊 是不是 老師 我跟你講 我吃蘋果就好了 老師 因為你才剛來而已 我跟你講好不好 你這個WD 你不要學晨諺 陳老師已經拿出來了 其實我建議你 陳老師在笑你 我建議你 我就把它吃 吃得像C波一樣 好不好 那就把它丟掉 吃一下 咬一下把它變C波 變C波 對 要變C 變C 變V 應該是變V C 好不好 有C 拉橫的 對 有 有 有點小經理的感覺 好不好 好吃 真的好吃齁 會想定嗎 可是會不會太貴 呃 送人 蠻貴的 可是送人 送人我有時候不是怕貴 有時候怕什麼 怕丟臉 好吃比較重要 好吃 有些月餅真的還好 好不好 而且這個月餅可以放比較久 你買成要訓送給人家 沒幾天 就沒了 好不好 我這邊還有試吃啊 我這邊還有一兩顆 下次我來給大家試吃一下 好不好 好啊 只有一兩顆 我兩顆 你沒了 我還有一顆啊 你還有一顆 好夠了 不要理他 冠田老師你今天要講什麼 嗯 我今天會講 所謂的就是蘋果明天就要發表這個新機了嘛 所以我們就給蘋果大家介紹說 有什麼股票值得留意的這樣子 好欸 冠田老師你那個青年才俊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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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你到這年紀不是叫要比到誰下來就飛了 香滑 奶 黃 好 再放大一點 香滑 我喜歡又香又滑 所以我選哪一個 我要西坡啦 你要西坡 對 我喜歡西坡 對對對 所以才會西坡嗎 對對對 會西坡嗎 來要用西的喔 不要給丟喔 老師已經超過時間了 你今天哏都不好笑 不好笑嗎 真的不好笑 剛才我覺得很好笑 真的不好笑 你不要意識你的笑容喔 真的不好笑 好不好 還OK啦 我非常喜歡它的地瓜 它地瓜又有月餅的感覺 我覺得不知道是不是 我來試一下地瓜 因為剛才會不會是蛋黃的那個 口感沒有想像的那麼 蛋黃我覺得不錯啊 像牛沙啊 我覺得不錯啊 好吃啊 吃啊 還是我吃給你30秒 已經超過時間了 沒關係 不重要 試一下 地瓜比較好吃 比較純 很特別 它地瓜跟月餅把它融合得不錯 很不錯的味道 都不錯對不對 老師你會想買來送的嗎 有時候送禮物是這樣 送錯的很麻煩 送錯的很麻煩 浪費錢 浪費錢喔 可是這個 人家送你吃你OK嗎 還OK啊 可以多一點沒關係喔 走著你問這個問題就很奇怪 你真的理他 人家送他什麼東西 他不吃的 對 你話不要這麼說喔 送透透了就不一定那個喔 真的你有不吃了嗎 不一定喔 我們要跟你拿提示啊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來來來來來 來喔來喔 肯定老師太介家啦 好不好一定要家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來 排斤大頭條 敬如老師 我覺得 地瓜我反而更喜歡 奶花的也不錯 我覺得都還不錯 沒有太甜 而且它那個味道真的是 地瓜的味道 而不是像這種 因為有些那種 色素香料味道 像我們 一吃應該 就知道了 其實我們到這年紀吃得出來 好 吃好吃 我不想講這年紀 剛剛把這年紀的縮回去 我跟你講我現在很厲害 我現在蝦子是活的死的 我大概吃得出來 也那種 極速人動的蝦我也吃得出來 真的喔 所以以後四足找你就對了 蝦子是活的死的 不用吃 用看的就知道了 喝起來 對不對 是不是 講話語弊 對對對 蝦子是死的是活的 我看的就知道 對啊 蝦子 蝦子是那個 不一樣 應該是說 煮之前是死的是活的 我應該知道 好不好 OK嗎 我有曾經去吃過 一家活跳蝦 專門就是 他就是現烤現煮的 我發現活跳蝦沒有比較好吃 你知道嗎 因為他 我也要讓他活在水族箱裡頭 他會加很多很奇怪的東西 然後你吃起來就好像那個 魚飼料的味道 你知道嗎 反而不好吃 所以有的時候活蝦不見得是好的 對對對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吃起來都是那個 水族館的味道 很難吃 好啦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就業數據 我們不是講食物人 太多時間人 太多時間人 好 所以我們要趕快講一下就業數據 我們再不講這位數據 我們要失業了 好 我們看一下 美國8月的失業 非農就業的人口 非農就業人口的話 新增的話 公佈14.2萬人 比起預期的 16萬人 是來的更少 也就是說 美國非農就業新增的人數變少 經濟可能不太好 但失業率的部分 又其實比上個月來講是下滑的 上個月是4.3% 那現在公佈是4.2% 所以失業率的部分 其實沒有大家想像這麼差 所以美國經濟我認為是沒有衰退的 那既然美國經濟沒有太大的衰退 那目前我們看到原油價格一直在往下跌 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講 其實通膨是慢慢受到控制的 只要經濟會有問題的話 我認為聯準會他就會立刻降息 來解決經濟的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最近聯準會的官員 都釋出很多鷹派 不對 是鴿派的言論 然後我們看一下FED的李氏沃勒 他講 9月的利率會議可能怎樣 為降息兩碼留下一扇門 老師是鷹派欸 你們是有鴿派嗎 有鴿派的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 有鴿派來 紐約FED的總裁威廉斯他說什麼 通膨有進展就通膨在下降 那就業如果降溫的話 他說現在就適合降息了 他就是要降息 這個也有點鷹也有點鴿 然後再來 那你還不夠 你還覺得不夠鴿是不是 來下面這個夠鴿了吧 芝加哥FED總裁他講什麼 需要多次的降息有沒有夠鴿 多次降息來支持就業 讓他什麼 市場會有健康的一個發展 這樣夠鴿了吧 對不對 那既然那麼鴿的話 就美國降息應該就是降定了 在9月19號 其實台北時間啊 台北時間是9月19號 那個美國時間是9月18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美債的部分就受惠 美債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00687B國泰20年美債就持續的向上漲 所以根本就證明說債券他就是向上的話就是利率要往下 因為已經暗示你就是要降息了 對就是要降息了 所以我認為債券目前看起來還有機會繼續向上漲 那什麼時候通膨數據如何 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上禮拜的那個重播的字卡 你看一下我們那時候講嘛 這兩個經濟數據根本就很重要 基本上很重要 你看這我們福利社 這老師我們在那邊讀家告訴大家 其他的成績節目真的差很多 你不要看我們剛剛花10分鐘在跟你講哪個月比比較好吃 那個也很重要 還吸波 要討論W還是C嘛 這個切入儀式感很重要 你知道嗎 對儀式感 所以之後我們成績節目告訴你 可是你看啊 那麼多節目 你只是給你帶過 而且真的不是我們在開玩笑 就是因為我們在此無語一直講這些數據很重要 他們才不得不做這些數據的解析 你一比較就知道誰是在那邊的財經節目 我們有吃有喝有玩有鬧 可是更有專業性 所以那個公布那數據 你發現哇 果然台紫棋從拉150點跌到756點 可是就像你講的 其實這個數據雖然有比預估差 可是沒有摔跌很嚴重啊 比上個月好啊 所以又拉起來了 對 所以你看今天台紫棋 速度拉了500點 你在緊張什麼 我打嗝了 完全沒緊張 所以19662點看起來就不會破 會破嗎 我們這邊看起來大盤 你覺得會破嗎 老師你覺得這邊會破嗎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其實現在這附近的漲跌 我應該都是 我認為都是假的啦 假的喔 還有機會再散去 因為我覺得真正的重點 就像剛剛澤子講的 我們為什麼要一直跟大家講說 CPI PPI 還有這些通膨數據 還有降息的機率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股市就真的有在反應嘛 那也就是說呢 在星期三星期四 要公佈CPI跟PPI之前 我認為最近的漲跌應該都是假的 真的要漲的話 我覺得要公佈過後才是真正的準的 那所以我認為 CPI跟PPI公佈過後 如果是利多 我覺得就是要向上漲 那漲到哪裡去 我覺得至少要漲到21,500點 我覺得危機就過了 那危機就過的話 可以在FED利率會議之前先進場買股票 但是如果說呢 CPI跟PPI公佈過後是利多 但是沒有漲 也沒有漲太多 就是還是在這附近混 就是大概21,200點附近混的話 我認為 FED利率會議公佈過後 可能還會再出現一次修正 坦白說 我是這樣認為 還有可能 你說要趕快上去 不然的話它會出現 對就是在星期三星期四 我覺得比較重要 你是說下禮拜三 這星期三星期四 星期三星期四不叫公佈CPI跟PPI嗎 它到底有沒有辦法站上至少星期五的一個高點 我看到高點大概是21,500點 如果站上去的話 就打一舊譜了 這邊應該就是底部了 沒有問題 那今天的話 你看一下也是亮縮嘛 那所以我覺得在中藥星期數據公佈之前 會繼續亮縮 所以這幾天都是亮縮的 好 老師在這邊有講說 這個季線 季線月線最好站上去 至少月線先站上去 我認為至少基本上 就是CPI跟PPI公佈之前 先站到這邊的高點會比較好 這邊就21,500點 然後這邊 這邊月線在22,000點 但你要問我說會不會走空的話 我告訴大家不會 不會 因為真的要走空的話 一定會有一個重大的國際利空 比如說2020年 就是2020年的新冠肺炎 對不對 08年有金融海嘆雷曼倒閉 現在都沒有這種狀況 就是美國經濟這樣衰退 其實美國經濟衰退就看 報爾他要不要降息 他降息就沒事了 星期就不會衰退了 財政部長也有人說 現在只是軟著陸而已 對 並不是真正的衰退 好那神力女超人你有問題嗎 有 老師現在貴買指數離季線比較近 你會建議我們做全資股還是中小型股 確實我認為在量能不足的情況之下 我們剛剛講過 因為重要經濟數據公布之前 因為很多事情還沒有明朗 所以資金不太願進場 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之下 量能持續的緊縮 我覺得中小型類股 確實比起大型股更有機會向上漲 我們可以看到 確實 貴買指數是代表中小型類股 中小型類股它走勢 剛剛比剛才的大盤來的強 對不對 好所以我認為 他這邊量縮也沒有在破底 我認為整體來看還是沒有偏離 就是一個多頭的走勢 上貴指數很強 不像台股 你這個還有點畫歪歪的 跟你就平行啊 他沒有跌破 對啊沒有跌破 所以是有點向上的反而 有點向上欸 是不是 大盤呢你看 大盤有點歪歪的 對啊 大盤走歪路 但是其實還好啦 今天20922 那一天的地點也是20922 你不要看他只會吃東西 你看今天一講就是20922 是不是 所以今天感覺有規劃 觀察細微 觀察目 好不容易講到 一點他對了 他就開心得要命 馬上聽到 問你老師有什麼想法 20922剛好這邊 剛好兩個點位點兩次 老師你說 我覺得 因為他還是在測試前滴 所以我如果短線上 當然 這兩個低點不要破的話 當然就是最好 就是像基鼎老師講的 先過21500 先過21500 技術派這邊 這邊變一個小區間整理平台了 對 這邊上面的高點也要 這邊過去的話 我認為這個缺口就是指日可待 現在就21500到20922 這兩個區間 好不好 小小的轄幅震盪 600點這邊 就是在等經濟數據公佈 好先看誰翻向星星來 而且說實話 這邊已經兩個 真的那麼剛好 陳老師兩個點都點到一下 所以20922更不能跌破 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你不是叫我嗎 不用了 我真的嗎 你沒有回答我 時間已經過了 趕快我們不要理他 他今天是搶戲 他從剛才到現在 就是唯一建設性的 就是20922 所以我要講的是 重點是在7374 CPI 等一下我們跟大家講說 CPI跟PPI到底會不會往下滑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呢 9月份 就是下個星期 9月18號或19號 台北時間19號 降息的幾率 降息一碼幾率已經高達70% 但是呢 降息兩碼的幾率一度來到55% 那很多人最近都在講說 降息兩碼有可能會大跌 那到底降息對股市是好事 我坦白說 降息對股市絕對是好事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因為過去的金融風暴看起來有沒有 那個每次股市在大跌的時候 才要降息對吧 那可是我覺得 這是倒因為果 倒果為因啊 因為股市持續往下跌 連總會為了救市 所以一直降息一直降息 一直降息嘛 那也就是說降息 是對股市是好事 只是說 啊他降息之後 會不會馬上漲起來 我懂了 有人說降息兩碼可能會跌 可是 以其說他是原因 不如他是國 或許降息兩碼也會跌 可是那時候已經跌定了 也早就會跌了 對 那你就說跌一下他降息兩碼 也許他會再降息 那就帶動股市就會向上 所以我覺得不用太擔心這一塊 那降息一碼 是比較穩一點點的 會比較好一些 可是還是不希望降兩碼 是不是 因為可能某種暗示性 對有一點可能就是 經濟可能會衰退 所以他要大幅度的降息 有可能啊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今年就是會持續的降息 所以對整體的股市來講 都是好事 你看9月份降息一碼也不錯 好再來呢 11月份再降兩碼 就總共降三碼嘛 對不對 機率是53% 現在比較不一樣的是 聽說12月份會降到五碼啦 降五碼不是更好嗎 對股市來講 我剛剛講過了 五碼我跟陳彥老師最喜歡啦 五碼分屍 你真的熏掉這不是你的Style喔 我說五碼我最喜歡五碼啦 有碼的我都不怕 要再講啊 我不懂欸 這個我比較不理解 該給他表現的不表現 不給他表現 你這樣今天很難答 你今天吃完又吃失誤了 不是他吃太多了 他吃完了 你看我們兩個月餅都吃掉了 他兩個月餅都吃完了 好笑話 比較沒那麼低級的笑話 你不講 因為你剛才一講五碼 你又Cue我 大家聯想就是這個 對不對 我們要跳脫這個聯想 好不好 你的節奏都不對 太低級了 又不行 太低級你又喜歡講 不夠低級的好笑 你又不講 真是好不好 我們趕快回到中央經濟數據 所以已經提到 降五碼真的不對喔 老師 跟以前比又多一碼了 緩步降息 那比較好一點點 緩步啦 一次降大家會 也是啦 可是注意一下 以前是降四碼 現在這個紀念可能降五碼 所以我剛剛講的 降息整體來看 對股市都是好事 這禮拜有很多的重要經濟數據公佈 所以我才會說 最近可能會在這邊晃啊晃啊 Apple新機發表會 老師你會買新機 你有沒有新機 我不會 我已經換iPhone15 Pro了 應該還可以啦 對啊我暫時不會想換 可是你希望換iPhone15 Pro 你什麼時候換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就換了 對啊沒錯啊 那只是說 他如果說新機發表會有 有touch到我的點 也許我會換 但我聽到 因為我是客家人 我聽到他說 要用他的Apple的AI 要用訂閱的要付錢 我就先 NO 先不要 我也覺得幹嘛訂閱的付錢 是有多好 你至少要先讓我用到覺得 我很開心 我覺得我非你不可 我非你莫屬 那我才會想要買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蘋果新機發表會 我坦白說 蘋果相關股票 如果說明天沒有漲的話 建議大家逢高 出一出會比較好 他今天最大的touch 就是iPhone16 Pro Pro Max 要再放大一點點 大一點點 然後 無邊框 邊框再窄一點 有沙漠黃 沙漠黃 那個 對 有點金金的那種感覺 金銅色 對 好不好 這個可能我會買 不是你一定會買 我一定會買 我要考慮顏色啊 我考慮顏色 這已經下注了 就是你會買幾支 你會買 我們討論的已經不是你會不會買了 是你會買幾支 真的是為了做研究 好不好 我們上次節目是不是這樣講 他一定會說 我都是為了做研究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是不是 一切都講在前面了 我一定我也就知道 訂的啊 快不快啊 如果要等一個月再買賣很好啊 是不是 然後你訂貨以後 又忘記自己有沒有訂 然後又再訂一支會不會 上次不是 上次是有點過熱 我懶得換的 就直接再買一台 好啦 我們看到 最近真的很多重要軍紀數據 還有什麼 星期三美國總統要辯論 對這次蠻重要的 再來就是 美國的8月CPI 就是我剛剛講CPI公佈 目前來講 預估是2.6% 在星期四 2.6%差很多欸 我們大家繼續講 因為等一下你要講CPI 我覺得會更低 對 好再來呢 太低也不太好吧 低一點沒關係 低太多我覺得不太好 對的話就代表經濟真的有問題 注意喔老師講重點喔 低一點沒關係喔 可是低太多真的代表景氣不好 為什麼通膨低代表景氣不好 因為以前沒有2.9%以下 這是一下來的 2.6%喔 因為代表大家口袋沒錢 對啊 不願意花錢 不願意花錢 你看一下最近油價為什麼在跌 等一下再講了 我們先趕快把這邊帶完 先講不完啦 8月 那個有PPI 有8月PPI 禮拜四 還有出領事業金 出領事業金 每週都集上集下 每週來一次 PPI的部分也是啊 這禮拜會工作 這些數據注意喔 只有我們講這些重要數據喔 這幾個有紅色都非常重要 對 預估值也跟大家分享了 跟辯論會不重要啦 CPI有重要 可是沒有以前那麼重要 我們來快速看一下CPI老師 CPI的話 目前來講我認為會往下降 為什麼大家可以看到 房貸嗎 房貸利率 7月份平均是6.85 8月份平均是6.5 有沒有下滑 下滑很多耶 有下滑了嘛 突然間台灣的房貸變便宜了 大概6.5還下滑 再來看到大宗物資的部分 大宗物資來 7月平均是285.3 8月平均是不是275.86 下滑3%耶 哇 也算多了嘛 再看到那邊 原油嘛 我剛剛講原油一直在往下跌 哇塞 7月平均是81.8 8月平均是75.4 我就問大家 烏二戰爭結束了嗎 沒有啊 原油還是供給 應該是有問題的 既然供給有問題 價格還在一直要往下 那你想想看 需求有點不正 就是需求不正 大家懷疑什麼 中國經濟很不好 軟軸硬軸硬軸差別 中國經濟不好 對 因為中國經濟 因為中國很缺石油 他們會買很多石油 但是他們如果經濟不好 就買很少石油 那美國也一樣 所以目前看起來 經濟好像有點下滑 大家會不會很擔心 我們來再看CPI老師 上個月公佈CPI 有沒有看到 是公佈7月2.9 2.9 已經是這一波 近期的 最低的 最低的 因為之前都還有6的 還有6點多的 6以上的 然後這一次好不容易 有看到3以下了 2.9 老師 聽說2.6 我現在市場預期是2.6 但是我以目前方法看起來 在下個月是預期2.3 每年去兩個月CPI效果好快 對我覺得 你看一下 現在預期是2.6 剛剛我們看到的 不管是房貸還是油價 還是大眾物資 都在往下跌 所以我認為這個月的CPI 就是8月真的公佈 我認為是低於2.6的 我很敢講 可是這不能低太多吧 2.5還好 2.3 2.4 如果低太多的話 之前就是中國 它的通膨就是維持在高點 開始往下 結果它一路往下 沒想到經濟就是爛成這樣 中國青年的失業率超過20% 堪得幹 所以你看到入股好便宜 好便宜 經常去買 還越來越便宜 入股不是買 所以經濟不好會影響到股市 所以太低的話 對市場來講也會有點擔心 CPI不能太低 可是老師覺得這次可能會有點低 到底低多少不知道 可是太低會不好 可是原子上會比2.6還低 可是不論怎麼樣 至少美債會噴出吧 因為通膨如果再往下降的話 聯準會看到經濟不好 它就要救市 救市的話就會降息 降息的話美債就會向上漲 所以剛剛我們有講了 美債應該蠻有機會持續向上的 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你手上有美債的話 可以續報 續報 好 謝謝老師 我們來看 那老師 三大法人買賣超限500億 算成長到 對我們過去來講 看起來500億不正常 但最近來講是蠻正常的 因為其實美股也大跌 可是自營商代表賞戶在買 好不好 那外資光是其實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501億裡頭 台積電就佔了185億 紅海就佔了40億 好所以就不用太擔心 好那我們再看一下股票的部分 最近來講因為 跌幅的重心都在揮打 所以我建議大家不要去買 就是電子的全值股 我個人建議啦 那比如說你看一下大力光的部分 是不是 巴鈺已經說再創歷史新高 可是你看它股價持續的往下跌 這個蘋果公佈新機之後 有可能繼續再往下跌 那所以剛剛看起來 比較穩定的就是債券 那債券如果你要比較強勢 短線想去做 覺得下星期就是會降級的話 我認為可以做一下00688L 就直接給你兩倍槓桿了啦 是賭那麼大 可是兩倍有好有壞 你可以講優缺點嗎 它的缺點就是萬一它跌下來的話 它會跌更多 然後沒有股息對不對 對 沒有股息 沒有債券息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建議就是操作短線 也就是說 你最近在這附近進場 下個星期降息前 沒有漲趕快出場 我是這樣的建議 因為最近什麼 降息後來不漲就慘了啦 因為最近的話你會發現 不管是那個什麼 回答財報嘛 回答財報公佈過後 是不是回答見到高點 所以你要在利多公佈之前 先把它賣掉 我認為是比較好的 所以在聯準會利率會議過後 應該說聯準會利率會議前 我認為不漲就要趕快出 因為你這是做槓桿的 當然你是沒有槓桿的可以留著 沒有槓桿就一直放著啦 沒關係 一年5%的報酬 就是拼他利多公佈前會大漲 我懂了 所以這個要你們現在買 然後下禮拜三之前 下禮拜三之前把它出掉 對 老師大力觀你剛才講太快 大力觀你是看好還是不看好 大力觀我覺得會 往下跌的機率比較高 因為蘋果 蘋果新機通常來講 蘋果發表虧過後 蘋果概念股下跌的機率比較高 我覺得賈伯斯現在氣到會從墳墓上起來 我會哭 不是因為庫克實在是心機完全沒有變化 這十年來心機完全沒有變化 沒關係你還是會買 他都吃老本而已啊 你還是會買 但是不夠好 我夠好我就換別的 沒有別的不夠好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想法 好不好 所以你看我們福利社有歡樂有專業 老師告訴你 WD還是WW WD WD還是西波 這個老師講得清楚 看起來是WD 看起來是不會再破底 所以金老師的Line一定要加 那我們看下個單元來 熱門我最貼性景跟台藥 明天蘋果要公佈新機發表會 那當然華為的部分就要跟他拼了 跟他同一天 蘋果發表完就換華為 那華為要公佈什麼 最新的三折手機 那你就說折疊機有可能再 就是出現一波新的風潮 就大家想買折疊機嘛 好所以呢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買股票就要買在利多公佈之前 你看我們之前8月30號 就跟大家講說 折疊機你要去注意軸承廠 所以你看一下 今天富士達是漲停的 但是你看到富士達漲停 股價又這麼高 我那時候就跟大家分享啊 沒關係你可以去買比較便宜的 而且比較少人知道 他是軸承廠的信景 新景的部分你看他去年每股盈餘啊 其實5.12塊 獲利比去年來講 比前年成長了70%左右 本益比也不會太高 18倍 所以基本面是非常好 所以你看他股價 這幾天有沒有 台股上個禮拜跌千點 他幾乎可以說是橫著走 完全不跌是逆勢抗跌 所以走勢非常強 我認為今天他還能攻漲停 我認為這幾天還有機會 繼續向上再創新高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興景這檔股票 在台藥的部分 台藥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講的 因為很多時候啊 利多發佈以後 利多發佈以後啊 很多時候都會往下跌 比如說像機器人 比如說像半導體相關的股票 半導體展之前就見到高點 所以我們之前介紹均華有沒有 其實我們之前就建議大家 建議要先出 出一出會比較好一點 均華均豪這一些 那同理 那蘋果新機發表 我認為蘋果新機發表 如果明天狀況不是很好的話 台藥他站在相對的高點 我認為可以先出一趟 但是如果明天新機發表過後 是漲的能創新高的 我覺得就可以留 然後呢 那個反而呢還可以再加碼 我覺得台藥的部分 因為他說CCL的 跟蘋果供應鏈也是有關 那股價呢也是維持在高檔震盪 這幾天呢你看一下 台股跌跟他有什麼關係 沒什麼關係嗎 所以我覺得重點就是在明天 明天如果大家看到 如果有創新高就透疼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就可以續爆 如果明天看到 震盪還是在這邊高點震盪 我建議逢高可以先獲利了結一趟 好那等一下呢 冠廷老師會跟我們講 平蓋股的相關資訊 再來華通還有東陽有請 老師 老師你好 好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華通這檔股票 華通去年的營收啊 他都是呈現衰退的 但是呢他在今年啊 整個呢到目前啊 每個月啊 連營收都是連續的一個正成長 那他正成長以外呢 其實可以看到他的一個股價 他已經跌到算是一個超跌段了 就是說已經跌到年限以下了 然後KD值在講呢 其實也是進到一個超跌的狀態 那這是華通的一個部分 好那我們看下一個股票 東陽的一個部分 那東陽呢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他的一個營收來講呢 其實也是一樣 其實營收也是都是一個正成長的趨勢 而且股價來講呢已經佔上了 又佔上所有均線了 就是說大盤目前其他股票 其實很多股票都在不漲 或者是破底的一個狀況 可是他的股價呢 其實是持續的一個創新高 然後佔上所有均線 也算是一個目前牌面上很強勢的一檔股票 好老師這檔股票是不是 好謝謝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台塑跟台塑化 台塑化 陳老師那個台塑化 那王永慶很多人叫他要起來 剛才你說賈伯斯也要起來 也要起來對不對 現在王永慶已經起來了啦 賈伯斯如果要起 賈伯斯會起到起來 那賈伯斯至少蘋果價股價不錯 王永慶應該整個直接起來了 直接起來了 那我覺得要不要平反一下 當然我們先看股價 老師為什麼大陸這麼恐怖嗎 現在好像大陸只要 你有沒有發現到有一件事情 某種方面好像真的幸好有關稅 不然你看台灣 真的只要大陸有被 有被踏過的腳步 你看面板很慘 記憶體現在也蠻慘的 鋼鐵現在很慘 是不是老師 現在連這些塑化 為什麼慘 大陸慘能聽說 都是這樣子 都是一直開出 其實基本上當時 整個塑化產業到中國去以後 這幾年大概我算過至少有7家 模仿整個台塑經營方式的巨頭串起來 所以等於整個市場的柄不斷的被分死 那因為現在整個景氣是持續往下掉 塑化算基礎工業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 可是整個景氣都沒有上來 那房地產也沒上來 所以就不需要了 那現在很 那你說 台塑集團 除了大陸以外 他現在的重心哪裡 其實相對都少很多 你想大陸的重心 大陸的產能不需要開 可是重點是聽說 大陸 就是中國大陸這些塑化廠商 也是開得很誇張 對啊 我說有7家 7家 有7家 完全就是 完全不期待下 所以現在這個 這個王永慶說 Over my body 因為他氣到 跳起來 那現在 但是我們從基本面來看的話 有沒有那麼糟糕 因為 我剛才查了一下 基本面也蠻糟糕的 沒有 我們還是要平行有論 就是說 他盈益率重複轉正 就是說我說跌到現在 我們來看 反而盈益率是由負轉正 毛利率也上來了 獲利也由虧轉盈了 所以會不會 反而現階段來講 在王永慶真的重新復出以後 那有機會 他不會復出 有機會把台塑 這個底慢慢打出來 但是需要一點時間 但我覺得說以前我們在講 你這產業以後 變成台塑四把 變成四大產業 我覺得 到時候中國自己的那些 他們自己鬥掉 自己垮掉 那等很久 要需要時間 需要很久 你看面板到現在也沒垮 所以現在要找這個埃及 配合一下木乃伊 然後看看有沒有機會 然後他們不是有那個傳奇 他會復甦 他是在講梗嗎 不是我覺得有時候 最近小瓜哥很難笑 他都分不清楚 我到底什麼時候要專心 什麼時候要認真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要改 這個來賓下次就不要再發通告 好不好 不要給他通告費 可以發通告 對對對 這樣也不錯 還是有點利用價值 來 來賓還坐在這 你可以尊重一下嗎 講話的時候尊重一下嗎 對不起 你以為沒有收音 我答應你以後 記得 以後絕對不給通告費 收音要大一點 哪聽到 另外一個 其實台塑化跟台塑 兩個好像一致 可是其實又不太一樣 因為台塑化 他做了這個塑膠 各方面是運用在日常生活方面 那台塑化真的就是賣油 賣油 可是你會發現 最奇怪 油價其實沒有跌得像他股價這麼嚴重 所以我覺得主要還是在經營層面 因為我看到獲利 一直在虧損當中 我覺得這是一個大陸 台塑化現在已經虧損了是不是 對 一直在虧損當中 你要想看如果一直虧損公司 甚至於可能 30塊20塊都很貴 很貴 所以我覺得現在如果你要 真的發生轉機的話 實際上一方面 油價要回穩 就穩定上來 第二個其實經濟能不能穩定 那主要還是看中國 可是我覺得有點難 我覺得有點難 所以我以前一直跟別人講 你知道以前幾年有人一直存 存金融股 存金融股 存股 存股 那些網紅 講那些東西沒有意思 沒有分析執照 我跟你 那台塑自保以前也可以存 然後咧 但你公司整個體質改變的時候 你不能存 你存到變什麼 存股變鹼 鹼頭的股 鹼頭的股 鹼股 真的會這樣子 所以你有時候買ETF比較好 像這種台塑或台塑 相關如果股價跌 甚至你可能被剔除這些相關的全資股 你就不會受傷那麼嚴重 好不好 大家參考一下 所以這個每一個 他們隨便一開 都像那個 像六青一樣 這樣子開 哇隨便都是 哇台灣這樣六青的一個規模 所以 這真的很容易虧錢 我說真的 大陸 大陸只要一開產的人都很恐怖 好不好 所以有時候ETF ETF的好處 好不好 不要股票 有時候不要跟他談戀愛 看起來 趨勢已經 還沒有結束 好不好 這是我們自己看法 老師也這樣覺得嗎 可以跟Coco談戀愛 可以跟Coco談戀愛 不要跟股票談戀愛 老師你覺得這個還有救嗎 像接是對的嗎 基本上當然 你現在要接 我覺得沒那麼快 但是如果 因為有些股票接是沒關係 比如台積電 為什麼 一張不賣奇蹟自來 對 其實台積電為什麼700塊接沒關係 因為他基本面沒有變化很大 可是這個已經不適合 這個以後可能就是虧錢的公司了 就是基本面什麼時候會轉好 還需要一點時間 而且確實 經營層面遇到比較大的困難 而且其實台積 台積化他其實人事成本蠻高的 對啊 因為他以前是一直約租年條新 可是當公司虧錢的時候怎麼辦 這個要管理面的問題 這個其實以後 我覺得 山雨欲來 好不好 風雨欲來的感覺 好不好 所以再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下個單元來 陳燕老師 下次再加一下好不好 好啦 加一下 陳燕老師加一下 他覺得我都不在乎他 好不好 今天點沒有get到 可能肚子 你今天是吃一些奇怪的東西 可能又不夠 血糖太低的好不好 今天有吃東西嗎 有啊 月餅啊 月餅不算啊 月餅有啦 不要吃澱粉 陳燕老師來 記得加 我們先來看下個單元來 股市甜甜圈 焦點股邦尼千 有請冠田老師 來 來來來來 好久不見喔老師 你好你好 來 老師 蘋果發表會 明天登展 還有美國總統辯論會 最後贏家 老師你是美國通 來看一下老師 美國通 對啊 因為蘋果發表會跟美國總統 喔 不是美國通 我剛好也有在 你也是美國通啊 對對對 我這個是美國來的啦 好不好 老師你好 來 我想說美國通 在講說 我也在美國讀書這樣子 不是就了解美國的 就在美國 就才不出門 變之天下司 老師來看一下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蘋果在今天 就是明天禮拜一 我們過來一點 你說 就是算是今天凌晨 變成9月10號的一個 凌晨一點 將要發表這個所謂的 蘋果iPhone16 新機的部分 那他會採用這個 大廠安謀的 V9的這個 晶片 也是當然是全部都是台積電 這個代工的 那Apple Intelligence這個語音導入到Siri的應用程式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一個 會吸引我的地方 反而是這個ChatGBT的部分 因為他跟ChatGBT整個結合在一起的話 變成說 好像你有一個iPhone 變成說你的工作或者是 你要出國旅行幹嘛的 你全部 問這個ChatGBT 都可以很快得到一個回覆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你語音助理就對了 你可能花個兩三百元 然後訂閱他 是不是 對就是 變成說好像你有一個行動的 可以幫助你 在工作上 或者是你要幹嘛的 都有一個很好的一個 變成提升用戶體驗的一個焦點這樣子 那這個到底要不要收錢 因為剛才經理老師說要收錢 就你的消息所知 應該前面可能會先 讓大家免費試用 不然一開始就收錢的話 可能大家的接受度會比較 沒有辦法 可能會沒有辦法打入到 那麼廣的一個市場 我也覺得像Apple 然後Apple TV相關的那些App 那些影集 一開始也是免費的 不然 覺得不好用我幹嘛訂閱 可是我覺得 這個錢 我覺得 目前我不會想花 因為我覺得 這個AI沒有到多人性 可是這很適合你 你也很喜歡開車找人家聊天 以後你就直接跟AI一直聊天 然後你就說 好好好你要什麼要說 然後他還會說 然後他就會一直跟你互動 然後你就說 我要下停車場 他說好 這樣子 我開車很喜歡跟人家聊天 真的真的 因為我比較有空閒 我比較空閒的時候 只有開車的時候 對 就會這麼跟人家開會 就適合你 對啊 然後你就打CV說 誰有空 撥給他 然後他就 直接撥給CV說 只剩他有空 最好是CV那麼厲害 好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銷售量你怎麼預估 老師 好那市場上的分析師 預估這個Apple Intelligence功能的 iPhone 16呢 銷售數量 有望在2024年底前突破1.25一台 嗯 帶動蘋果產業鏈 那這個1.25一台呢 應該算是比較樂觀高估值的估計 對 是比較偏樂觀的 所以你覺得不那麼好 因為也有聽到8000萬的這個數字 8000萬9000萬 的確是 像我也是 像我這種 不是每個人像我那麼死忠 每年都買 是不是 真的沒有意義 為了研究啊 研究研究 是不是 我真是為了研究 你怎麼不相信我 真是難為你了 對啊 我想說明明就有題材不買 但是對不起自己啊 所以 為了研究這個題材 那冠妮老師 不是冠妮老師 冠妮老師 不一定會買嘛對不對 可能還先不會 那那個 Wonder Woman呢 我 我等人家送 等人家送 就是譬如說我買第二 送你送到家門外 送走不送啦 因為你已經要離開 有什麼好送的 就是好趕出去的 注意 注意 要等別男生送 他送他的 要送狗狗的 請在底下留言 畢業禮物 今天怎麼都沒有留言啊 不要這樣子 不行喔 來 董內 老師 你看 iPhone 15跟16有什麼差別 差別當然是 它的晶片也是有提升 本來是5nm的A16晶片 它現在是變成3nm的A18晶片 主要的一個差別當然是晶片的部分 相機的部分 像素部分反而都是一樣的 外觀也比較沒有太大的一個突破的進展 老師你聽我說實在話嗎 我真的覺得這樣一看 我就知道不會賣多好 4800萬跟4800萬也不是一樣 請問你 你有覺得現在的iPhone手機 15有不夠耐 跑不快嗎 沒有 應該都蠻夠用的 你有一個AI 所以我覺得還是 我有一個殘酷測試 這個也看一下大家對AI的運用 會不會覺得有效啦 好不好 當然 老師你有問題 我覺得你這樣講也不夠客觀 因為以前的規格沒辦法用AI 所以重點不是在規格 所以我正在講AI 而且你現在規格 這樣的規格也才多2000塊 你們在選什麼 多2000塊你可以多一支新手企業 你不覺得他很討厭嗎 我正在講AI就插斷我的話 所以我說重點要測試這個AI實用 沒錯沒錯 實用的話你這個AI股還會漲 實用肯定實用的 還沒講完話一直插話 真的 我覺得一個很大的區別 可能變成說 以前是賈伯斯在帶領 他比較重視設計跟美學 但是庫克他是管供應鏈跟工業管理的 他比較重視成本跟效率 所以可能這個靈魂可能有點在消失了 有點消失了 所以AI到底說行不行也不知道 這重點 這剛才講的重點 陳昱老師剛才講我的話 所以重點 如果你兼職看處理器 你真的不會想買 可是重點是AI這一塊運用好不好 如果運用不好 你跟我講 你要5nm 10nm 關我什麼事情 好不好 所以這才決勝負 而且他蠻特別的 等於是說iPhone16才有 Apple Intelligence 是不是 對 沒有錯嗎 是陳昱老師 Pro以上就可以有了 就可以了 15Pro以上就可以有了 但是要Pro 要Pro 我Pro喔 就是Pro啊 所以我跟你講 這一次他iPhone16的重點 他都要賣Pro跟Pro Max 就他以前這種16 利潤比較少 他就不太賣 這一次 我也是Pro 所以要15Pro以上 Pro所以要買三支 14也不行 規定你 好 謝謝你 老師我們看一下 美國總統辯論會 老師 美國總統辯論會 當然 這是大家現在都很關心的 那 在9月11號的台灣時間 上午9點要舉行 那川普跟賀錦麗的對決 之前拜登他沒有再繼續參選之後 變成賀錦麗上來 變成說他們兩個有點在焦灼的焦距戰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這個 好特別喔 這幾天好多八卦的 明天早上凌晨1點 明天凌晨1點 有蘋果新一發表會 然後禮拜三有總統大選 辯論會老師你說 對所以變成說 因為美國的選舉制度 他不是說多數決 就是說 他是比每個各州的選舉人票 所以搖擺之後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有時候贏是贏在選舉人票 比較多這樣子 那川普跟賀錦麗在之前的話 川普跟拜登選的時候 拜登就是一路的節節敗退 所以變成說他沒有參選了 然後讓賀錦麗上來 那賀錦麗上來之後 氣勢一開始也是蠻強的 跟川普的搖擺州 也是你看你是好幾個州都贏過去了 本來都是川普全部領先的 現在變成賀錦麗互有領先 所以老師你的結論就是 這一次的辯論會 可能會影響這些支持度 尤其搖擺州 對我覺得辯論會 因為大家其實選民的一個心裡面 就是說 看到 就是說會看到媒體的 在前面的表現 會影響他們的一個決定 所以辯論會變得很重要 拜登也就是因為這個辯論會 對 然後尤其說 之前是被他們民主黨內部設計 大家讓他出球 老人吃下去的感覺 你看 果然一出球以後 內部 就直接強烈他換人 這樣變換換的賀錦麗 那這一次也會知道 到底誰講的好不好 是不是 到時候會影響股市 老師那川普如果講的很好 然後會不會影響台股 剛剛放話說要搞台積電 我覺得川普 如果贏面比較大的話 對於台灣的股市 應該也是短空長多而已 所以還是注意有點空 可是短空長多 不會跌破19662嗎 是不是 對不會 因為他比較說 他講什麼話 可能短線上大家會害怕一下 可是恢復冷靜之後就發現 其實根本也沒有影響什麼基本面 好謝謝老師 那個美女有什麼問題 老師我要問個西利的 你覺得誰當選對台股比較有效 你是W W利的 WT對不起 你不是喜歡C嗎 老師我問完了 你覺得呢 你為什麼西利的 我問 就是哪一個人當選對台股比較有利 直接問老師 我覺得如果以過去川普 當時在任的時候的一個狀況 結果來講 川普在任的時候其實整個台灣的股市 就是雖然說有一些利空可能會大跌什麼的 但是其實每個大跌都是好買點 就是他 他每次講什麼話嚇到大家 大跌就是買點 所以你比較正向思考 就是說他會影響台股下跌的方式製造買點 對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說 因為他對於 中國大陸那邊的一個態度比較強勢 所以他可能會把 會把創造一些所謂的跟中國大陸的貿易戰 越來越嚴重的話 可能會有資金外移的效應出來 好 謝謝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 8月營收酸增股跟頭戲買賣草股票 好從這些股票 你這邊看起來都是你選的股票 那你覺得哪些股票不錯 還是志祺藍股票都不錯 看起來志祺藍股票都不錯 老師 我們看這個表格 我覺得都還不錯 我覺得都還不錯 我覺得這五檔真的都還不錯 東洋 台藥 元泰 全新跟聯亞 8月營收 也是月鎮也是連鎮 還投信聯文田買超 老師讓我們選兩檔股票 從裡面選兩檔嗎 對 好 現在選聯亞了好不好 好 那聯亞因為他是 也是被這個所謂的CPO 跟所謂的這個 矽光子這個題材帶動起來 所以變成其他這些像LED光通訊的 有關的都被這個帶動到了 那聯亞也算是這一波裡面 光通訊相關的股票裡面 算是最強的 那他其實今天大盤大跌 可是他還是漲了8.3% 而且在儲置階段還這麼強 那所以他儲置之後 其實應該都還會有一波新的攻擊 只是這個股票呢 可能你短線上 你要等待他的一個回檔的話 也是都可以的 那他技術面來講 技術面是沒問題的 技術面是很強的 好 老師我們速度快速講一下 全新245全新 現在技術線型也不錯 也是營收年增酸增 那你就技術線型 你覺得呢 在目前為止呢 全新的話 他的技術面來講 應該算是比較 超跌的一個股票 因為他股價是壓抑在季線之下 壓抑在季線之下 其實我想他的一個 KD值的話 應該也都是蠻低檔的 就是超賣虛的 那這些股票都是嗎 8069元泰 也是營收月增年增 最近看電子書 元泰的話 他回檔到季線附近 其實就是 你看出現一個不錯的機會了 對啊 好 這季線這邊270元的附近 是一個好買點 然後最好是你還擋股票 你自己有帶來獨家的股票 郁金光是營收不錯嗎 還是說是紀錄線型 你覺得有機會轉彈 郁金光他是 跟蘋果概念股比較相關的 他是蘋果的這個 鏡頭的一個股票 那其實 郁金光他的一個本益比 在股價這幾天大跌下來之後 從他過去的一個 未來的營收推估 EPS到38元的話 他的一個本益比到現在 目前最新是剩13倍而已 就是說超跌變成一個很便宜的股票 而且他未接來講基礎面也是跌到快年限 算是低檔超跌 然後有Apple概念股這個題材這樣 好 謝謝老師告訴我們郁金光的股票 郁金光的股票 郁金老師的Line要記得加一下 好不好 今天 稍微看起來稍微深色 緊張 不過試一下 郁金老師是很認真的老師 記得加他的Line好不好 那也要歡迎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我們剛講到W Hotel飯店的月餅 你看我們都自己出錢了 我們沒有業配 可是你看沒有業配 就是沒有業配 所以我們時間都來介紹 好吃的專業的東西 你看這麼多財經大型節目 只有我們不是電視台 我們沒有電視台的澳園 然後我們沒有做任何業配 有沒有犧牲你任何權益 也不會想那些怪怪的股票出貨給你 所以你更需要 你們來贊助我們 donate我們好不好 歡迎怎麼樣 donate 按讚旁邊 超級感謝 按讚旁邊有個超級感謝 記得按喔 一千塊也好 一百元也可以 都可以捐贈給我們 好不好 那每週一到每週五晚間 八點上線 一三五節拍影片二次教學影片 雖然之夥 謝光鈴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大局大力多 哇 這個很重要啊 財神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凱老師 看歌 然後是說誰誰誰 賣這套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走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先告訴你 人家 二月一刀 創大虎 想先到 開始搶 打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的財富 你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雜負自由 誰能快的告訴我 你會好 不要讓機會錯過 怎麼大虎 感覺好像低著我 最高殺低的經驗真的痛 可可 我現在開始我好愛 我好愛 我好愛 看空手下囚 這沒錯吧 右邊是水 還有 買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自己 瘋狂股市福利社 提前告訴你 這腳動作很快 對 這腳動作很快 誰又該聊著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你自己買錢 你自己買錢 你買錢 12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free free